好 主播期間來電影關心 颱風的最新動態 見人現在的位置呢 就在宜蘭的羅東夜市 其實在這個台中呢 他在侵入台灣的時候呢 是可以感受到這邊的風雨 是有明顯的趨緩的 那在羅東夜市這邊呢 其實人潮呢 是比以往還要差的非常多 甚至呢 本來應該是給人走的地方 現在呢 都已經可以開放 讓車子進入了 但是還是有遊客 在這個週末來到宜蘭玩 來問一下他們的行程 有沒有受到影響 你們從哪裡來的 欸 台中 那你們今天預計本來是要去哪裡 喔 清水滴熱那裡啊 對啊 好像進不去了嘛 我們後來就取消了 那你們後來行程都往那邊跑了 欸 娃娃機 夾零食 夾了一大堆 會不會覺得說還蠻可惜的 假日來遇到台風 是啊 蠻可惜啊 可是開心啊 但是多花很多錢 多花了很多錢 對啊 娃娃機一直投啊 OK 好 那可以聽到說 其實遊客呢 來到這邊都是有受到這個 颱風的影響 那氣象局是表示說 這個颱風在進到台灣之後呢 雖然說他的速度呢 是有加快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強度呢 是相對減少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喔 宜蘭縣明天是宣布 正常上班上課的 所以明天出門的時候呢 都還是要記得帶一把傘 因為這個雨呢 恐怕會是一路的 去下到禮拜六 明天出門的時候 還是得要注意安全 那TVBS還是會在現場 為你掌握第一手的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這陣子上 是有關的 在這陣子上 在這陣子上 在這陣子上